我们来聊一聊胆结石与饮食的关系 我们说这个吃出来的肝胆病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不吃早餐的问题 我们知道当我们进食的时候 每日三餐三餐进食的时候呢 都会促进胆汁排出 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那么如果经常不吃早餐 胆囊它长时间不分泌这个胆汁 那么会使胆汁当中的这个胆固醇 胆汁酸等等含量呢减少 胆汁进一步浓缩 就容易形成胆固醇结晶 胆固醇结石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饮食 偏于昏食 偏于甜食 就是有的人愿意吃这个肉 愿意吃这个甜的东西 那么偏于昏食呢 我们说这个摄入的脂肪和胆固醇呢 就会过高 胆固醇高 也是形成胆结石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么另外呢摄入甜食 使我们这个热量增加 也增加了胰岛素的分泌 同时呢会加速胆固醇的这个陈迹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有些人 他是个素食主义者 吃素不吃肉 那么我们说吃肉太多不好 但是呢又不吃肉也不好 那么素食的人呢 他这个脂类蛋白质摄入比较少 然后呢胆汁中呢就缺乏能够抑制胆结石 形成的这种酶和这个磷脂 等这样的物质 那么胆固醇胆色素呢 也容易沉寂 形成我们这个胆结石 所以说我们说吃荤 要适量 但是呢也不能完全记荤 以上呢是我们说这个胆结石的形成 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这个平时 这个肝胆疾病当中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 要适当 不要过激 不要偏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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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